直接到兩顆啊 對 所以總共上週是送了四個連擊序號 因為第一天是HQ 第二天是HQ 第三天是GEX跟HQ都連擊 所以說 那個連續吃雞序號其實算是蠻好拿的對不對 沒有 上一週來看是蠻好拿的 依現在的狀況 但是其實前兩週這個序號真的不好拿 對 前兩週其實大家都在幫自己的隊伍加油打氣 就是到底他們能不能拿到這個連擊序號呢 就是靠他們的 其實上個禮拜就是 就是大家可以發現就是每個隊伍的話 基本上都很平均的 抓到互相的打法之後 就是比較容易拿到連續吃雞這樣 對 現在就是還蠻容易連續吃雞的喔 而且好幾隊喔 前半段的隊伍好幾隊 就是手感來了就跟鬼一樣 就是跟鬼一樣耶 這營運超強的耶 沒錯 那我們其實也有在觀看那個啊 就是Facebook大家的留言喔 其實每一隊啊 前半段 不管是前半段或後半段 都會有非常多的粉絲在加油打氣喔 所以 真的是 沒錯你就喊出來就對了 真的很棒耶 對啊 我覺得真的很棒 選手我看到應該都會很開心 沒錯 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對 加油就要大聲喊出來好不好 聊天室開始刷一排加油了喔 好來看一下第一個這個航線喔 這邊是一個比較 呃 極端一點的偏南部的航線喔 所以大家應該很難會去到北島喔 不過也要看一下第一圈怎麼收 喔 收到的是一個 中規中矩 中規中矩 對 中規中矩的喔 那這樣子在北島其實也有一定的涵蓋範圍喔 不曉得會不會有選手會想要去北島 沒錯 反正 反而這個南部好像沒有要撞了 這邊是已經有人倒地了耶 這邊來看到 這裡是LIT的偉紅 這邊是繞著一個人 哇 那剛才一個倒地的 我直接迅雷不及也沒有看到啊 直接擊殺了 我們剛剛沒有看到他是怎麼倒地的 但是畫面轉過來的時候他已經倒地了 後來應該是直接被這個偉紅給撞死了 而且是LIT拿到的喔 對 瞬間就是拿到了第一個擊殺喔 這裡 剛才倒地的應該是XPG的隊員喔 XPG這邊已經少了一個了 他們今天想要捍衛他們自己霸主的 海島霸主啊 因為上個禮拜的話 起Q的話 海島就吃了四次了 好啦 看到LIT這邊呢 是收割了一個擊殺之後 直接來乘上載具要來去轉點 那他們這邊好像選擇的位置是往北走 不過其實LIT現在位置還蠻好 他們就是屬於在下一圈的原型 是的 那其實可以看到 我剛才蠻訝異因為KNS跳南島 基本上南島至少會有三隊跳 至少會有一隊勵志心勢力 但在這個禮拜的話 勵志心勢力改變的打法 反而是比較靠向Hospital那個位置去跳啊 喔 他們是跳... 他們賣什麼葫蘆勒? 等一下來看一下 葫蘆裡賣什麼藥吧 喔 葫蘆裡賣什麼藥? 賣什麼葫蘆是怎樣? 不好意思啦 那個成語部分的話 需要再多一點連接性 賣什麼葫蘆? 挺可愛的 賣葫蘆裡賣什麼藥呢? 來看一下勵志心勢力這一波 那可以發現勵志心勢力 目前跟AG的點位算是比較相近的 那可以發現的話 如果等一下居港TDSP下面想要過來的話 勢必會造成這個AG跟力智跟TDSP的這個戰局 好的 來看到是AG的GINH喔 今天一樣是看起來就是一個槍男樣喔 然後他的包包是很可愛的貓咪 這是招財貓包包 招財貓咪包包 還蠻可愛的 而且還是恐懼咩 不曉得這個招財貓能不能讓他拿到比較好一點的裝備喔 是 畫面又看到的是KNS KNS這邊是只有他們一組選擇了南島的部分 那他們運氣其實也不錯 對 其實這邊算是支援還不錯 如果只有一隊的話可以說是爽收喔 那比較尷尬的是他們等一下 如果要進圈可能會有橋被卡住的問題 欸 不過我現在來看到他們運氣蠻好的 UNG是站在右邊的橋 但是他們好像沒有打算卡橋喔 他們現在一個二二分點 一個人 Mark跟另外一個隊員已經往圈內探了 留下Rose跟Coco在橋邊 那左邊的橋甚至是沒有人在守的 對 但左邊橋如果等一下要進圈的話 比較危險的是 大家如果都要進圈幾層一團就很尷尬 畫面看到這邊是VG的萬隊上了 KO的 敦凱 那這邊呢可以看到 KO跟這個VG的位置很有可能會去卡到這個南島左邊的橋 但是我覺得可能是其實大家並沒有注意到南島有沒有人 所以他們都沒有選擇要卡橋 對 應該稍微有資訊 但目前的話 VG跟KO好像沒有要做這樣子的選擇 如果他們等一下進圈的話 都一起進的話 他們既然坐橋的話 他們一定會跟他們裝在一起 所以他們一定要照適當的點位再去進 但是我覺得他們現在進最好 不過現在KO已經往上了 所以很容易撞到 所以基本上現在還要再等圈縮一點點的情況 再做去選擇進圈會比較好一點 不過KO這裡也是選擇分開打喔 今天好像蠻多隊伍都選擇分開打的 2-2分點 或是3-1分點 對 哇 這邊出槍但是沒有打到 那這邊還是火燒車嗎 哇 手率直接被這個L夜給打下車了 帕地的一個情況 隊友有沒有辦法支援過來呢 那JUPLAY這邊呢 目前可以感覺的 哇 直接臉壓去 弄過去了 隊友已經想要來了 但是沒有辦法 直接一個後面的一個汽車追撞喔 對 Bucky追撞 那可以看到 現在CQ跟Q0槍線展開 但是感覺沒有太兇狠啊 對 那第一場你不覺得好像 大家好像都有一個平平的 交通事故有一點多 喔 挺多的 LIT啊 LIT的應該是交通啦 對 兩邊就是 前面的兩個擊殺都是交通事故喔 所以大家還是要小心喔 坐在馬路上要小心 就是馬路路虎口嘛 對不對 好 來看一下這邊HQ 不過請Q目前跟 對 灰 灰跟這個YU目前撞到的部分 但他們目前還是比較和平的選擇 做一個試探探點 那基本上 請Q的話 我覺得他們打法應該會保守一點 會轉點 不然他們位置被抓到之後 其實有點尷尬 但是他們的點位相對也不會這麼差 但是被撞點的機率太高 喔 那他們其實是在比較偏遠 就沒有選擇一個大層跳欸 那他們也是選擇一個2-2分點的一個情況 其實自從灰上來打之後 他們好像都喜歡打2-2分點對不對 對 而且是 跟第一週不太一樣 是 第一週不太一樣 他們打法變了 運營方式變了 小七跟小智是一組的 然後紅跟灰是一組 基本上兩個體系來分開打 打2-2分點 其實這樣打得蠻好的 因為他們第一週很多時候 可能會是一個1-3分點 或是四個一起走 四個全滅的情況 那上一週開始喔 第三週開始選擇一個2-2分點的打法 其實還蠻不錯的 就是上一週就是大家效果有目共睹嘛 所以他們這一週繼續沿用上週的一個打法 因為第一個禮拜起Q的打法是比較偏向3-1嘛 就金鴻要從另外三個槍線沒有不好 或是說三個來不及補槍 那基本上這樣子的話 就很容易造成團滅 那如果以現在2-2分點的方式來打 就是打出自己2-2的優勢 跟自己隊友的配合 其實我覺得到決賽圈劍 如果能保住自己的性命的話 我覺得其實還算不錯的 就是分開發育 好 大家可以看到左下角空投獎勵已經出現了 趕緊去領序號喔 趕緊去領那個獎 空投獎勵還不錯 免費的喔 免費的喔 不用錢喔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 K7這裡呢 其實他們也是選擇分開走 今天好多隊伍都選擇分開走 是不是看了上週的一個VOD去做了一些檢討 所以今天很多隊伍都選擇一個2-2分點的方式 對 他們這個禮拜的運0隊伍好像都非常喜歡分線 反而不會去做太多的一個對線 好幾個隊伍開始選擇這樣子的一個分線打法喔 KEO也是阿 起Q也是阿 很多隊伍都算是 蠻喜歡用這個2-2分點 以這場來講的話 但是到最後都會會合 所以說 比較 沒事 但是我們如果能截太圈鍵的話其實都不是大問題 來看到這裡是GEX選擇 這邊是一個圈心的防區 他們在正中間欸 對 他們也是在一個正中間的位置喔 那一樣是一個2-2分點喔 GEX這邊也是兩個人在前點做偵察喔 然後兩個人在高點做一個架槍 沒錯 那 然後利用載具去選擇會合與否這樣 是 目前起Q還沒有拉得太遠 不過Q隊也能面對一個新的戰局 就是GEX的槍線 所以他們目前是被夾漢堡了 對 那側邊 其實可以看到喔 我們現在下一圈的圓心中間已經聚集了非常多的隊伍喔 勢必要開始打了 哇 這邊開火了 沒錯 AG這裡 阿Ben受到遠處來的槍線直接回頭先把距離拉開喔 AG的位置其實一直都不太好喔 特別是阿Ben這邊 哇 這邊火力車直接開過來告死啦 還沒告到 喔 那東...東泰這邊呢 品萱已經先倒地了 兩組人馬都是在一個圈邊喔 所以AG這裡應該會想要直接把這個東泰給吃掉 對 那左右探點之後沒有發現的人 還是把我們的品萱直接帶掉 對 那這邊呢剩下兩...這個兩名東泰的成員 已經選擇駕車進程了 沒錯 那AG剛剛阿Ben就是一個偵察啊 他就是一個潛點偵察 他就是一個潛倒車 對 那剛才東泰那邊沒有直接一起退 蠻尷尬的 這邊L夜先打倒了紅 那側邊小七的車子過來吸引槍線 下車之後從側邊補倒L夜 這裡是...兩個人倒地 剩下一個Dinosaur 然後AHQ這裡也是兩個人倒地 還有灰跟小七 那兩個人是可以交叉槍線喔 二打一的情況下有沒有辦法打贏 那Dinosaur這裡已經先被打到殘血丟出了一個... 哇 這邊應該可以先救 基本上應該可以先救 那灰這裡選擇先救隊友 側邊防狙李敦凱被打倒了 那...欸...KL怎麼只有三個... 只有三個人出賽是不是 這一週 對 因為剛才在... 雖然說第一...就是掉了第一個人之後 他剩下62 所以KO目前只有三個人的情況 那可以發現目前的話... HQ贏了 Dinosaur被帶掉被雷帶掉 那基本上小七這邊應該是穩穩就阿 菸補起來 喔 基本上... 河樂龍...河樂龍龍... 欸...HQ接滅了 基本上他們這波撞點全隊擊殺4 把一隊直接補掉 算是非常好的一個進攻阿 雖然說剛才掉了兩個人阿 已經有兩個人倒了 不過他們到最後... 呃...槍線有輔助上 然後血有拉上 然後血有拉上 紅有救起來 基本上就是一個完美的搭配了 那發現目前QDL還是跟GEX在僵持 那剛才跳出了幾個擊殺 一個是...Muke被倒了 然後...GEX這裡也倒了第一個人 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GEX的方向有發生什麼 交戰 施潤這邊先倒了 但目前QDL還是... 算比較穩的 因為他在防區的吧 基本上沒有人撞的話 他們應該是在跟這個... 就是... 三隊... 三角下的那個KEO... KEO... 給... 給打起來了喔 對... 一波戰火的交軍 然後目前... Muke倒地剛才被救起來了 但是目前... KEO只剩下兩個人 沒有...他們好像是... 對... 他們進來的時候就只有三個人 對... 他們進來的時候就只有三個人啦 因為一開始... 是六十四嘛 但這場只有六十三 然後LIT... 殺死一隻之後剩下六十二 是的 那... 目前的話... XP力目前應該已經看到這個... XPG的味道 XPG的位置 味道是怎樣 用紋的嗎 那...可以看到的話... XP力目前是比較尷尬的 那...目前XP力的話... 可以發現... 呃... 思路人的位置的話... 先開車做了一個影點 那... 基本上這個圈的話... 是一個... 來看一下... 還沒有圈... 啊... 這個圈是一個school喔 學校圈啊 那...目前... ND這邊還調了一個... 天上校下來的禮物 就是空頭 而且還是粉色的喔 沒錯... 就是Blackpink合作的喔 現在都會看到... 粉色或黑色的空頭 是... 這邊應該ND是要轉點啦 因為ND目前的位置呢... 算是... 圈的最邊緣 他應該是往前再靠一點點到... 學校的邊緣的話... 會是最好的 因為基本上... 學校的邊緣... 視野比較開闊 這邊是... 阿Ben收到了... 這個是... 在... 房區的... XPG嗎 欸 剛剛沒有... XP... 喔...T...TTS 東泰... 東泰的... 肥羊... 是... 他還留在房區喔 那... 東泰目前是只剩下兩個人囉 肥羊跟C泰... 那肥羊這邊... 哇! 這邊一顆等於炸倒兩隻AG 結果... 這個是隊友啊 老久的雷把自己... 隊友兩個給炸倒了 哇... 自己...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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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焚身啊... 一次兩隻直接敗掉 那CHAD這邊想要來去... 幫忙喔... 拿著一個衝鋒槍 哇...他一個人要救三個有一點硬喔 CHAD這邊想要Push 先補掉嗎 主要他剛剛應該是覺得... 沒救了沒有要來 但是發現對面失誤喔 把自己隊友兩個炸倒了 所以他直接衝過來啊 對... 不過上面還是有兩個人 君H是殘血在架槍的 然後... 阿Ben這邊是選擇先去救隊友 那CHAD卡在樓下 這邊如果不衝的話 隊友他們救起來 感覺就沒得打了耶 是... AG如果再救起來一隻的話 包圍他 這邊先打下來 要打他的阿Ben 給打倒 阿Ben是... 阿Ben這邊對槍對輸了 補過君H的槍補過來 順利擊殺掉 哇...那有點尷尬耶 我剛才那有點緊張 我想說他如果再救起來一隻的話 其實他們兩個夾攻一定會贏 不過... 剛才有一次先被人放倒了 反而我對AG有一點緊張了 不過還好吧 畢竟剩下的君H有救一個起來了 而且... 重點就是 他剛剛如果有這個手雷的話 往上丟雷是不是其實更好 他往上丟雷肯定更好 因為他... 沒注意到他有沒有雷喔 還看到這邊是... K7跟這個素德龍遇到了喔 但是K7馬上把素德龍截滅掉了 對... 只有冠馬倒地 是...還蠻快速的阿 但是這邊的血線也需要拉一下 哇...剛才那一波的話 其實... AG那一波如果要進攻的話呢 那個失誤真的是... 慘不忍徒阿 一顆雷炸到自己兩個人 那TTSC黑的如果... 對... 其實還是有機會把他們收掉的 主要是他們剩兩個人 對... 主要他們剩兩個人 對... 如果他們今天是滿員狀態 三個人一定就Rush進去了 對... 那這樣子的錯誤是完全沒有辦法容許的 對... 那... 只能說... AG也是運氣滿好的喔 剩下的是兩個... 遇到的是... 剩下兩個人的動態 對... 遇到殘編的隊伍 那LIT這邊還是比較穩一點的架住邊線 那也是LIT一貫的打法 就拿到先手拳之後 再把邊線探一探清一清 那再往中心點去靠攏 對...他們其實很早就進拳 但是一直沒有直接進行 是... 他們就是... 選擇一個側邊 不扛多邊壓力 XPG... 這個小狼是... 直接倒地了 那XPG已經先被... 先行淘汰 Mark擊殺 是... 那UNG這裡呢 這一把也是前面打得很穩喔 目前才開始... 要來做一個... 跑圈 沒錯 GX大部隊進攻 那UNG發現GX位置這邊想追嗎 這邊先拉了一個... 應該是想拉一個側翼相限 沒有 UNG這邊想要直接撞 又來了UNG 他們要直接撞VG的臉嗎 這邊又來了嗎 沒有 先到前面蹲得下來 先行偵查 先看一下側邊有沒有人喔 因為他們已經抓到VG的位置了 先看一下會不會有第三隻 隊伍 會來... 這個... 當黃雀再決定要不要去打VG喔 那VG這邊其實是一直偵查到 GX的位置想要去... 考慮要不要打 對 因為如果有第三隊的話就很尷尬 你一定會被夾擊 而且還有機會 護湯黃雀 最後... UNG這邊是選擇了繞路喔 今天的打法比較穩喔 沒有像上個禮拜那樣 想吃一把雞啊 對 應該是真的想吃雞 真的想吃雞想到哭了 對 因為畢竟例行賽已經快要結束了 VG一周了 他們還掛鈴 欸 側邊這裡 ND的PG1直接把GH鞭死了 連打逮捕完全不留於第一個屍骨無存啊 不過AG這邊現在想要Rush嗎 對 AG現在雖然倒了一個GH 但是他們一點都不怕 三個人要準備Rush了欸 老九直接翻牆過去 奈何在側邊架這個高點的槍線 果然直接Rush了 這邊想丟一顆雷 嘗試性丟進去 太兇了 哇 這個AG真的很兇欸 就算我們少一個人也沒關係 我還是要Rush 哇 這邊是有人被擊倒了嗎 他們有一點氣氛啊 氣倒想要全部Rush進去 K7跟VG也打起來了 剛才有人被擊倒 他們剛才那一波是硬要補啊 但是補起來也是完全沒有問題 好 那這邊可以看到這個K7好像 把VG打... 喔 全部打倒了欸 哇 VG K7直接把VG給殲滅了 那UNG好像發現這個K7跟VG打起來之後 又回到那個... 回去跟K7打架了欸 Rush這邊把這個DIV給打倒了 KN... 對 目前奈何的話 奈何這邊進攻啊 這邊進攻有一點聳啦 有點不快趕上去 反而是被雷打到 然後有一點點殘血 奈何這邊想要嘗試性 拉一顆煙才進攻 那目前是先把血線拉起來 再做進攻比較好 對 而且老九的血量也已經拉起來了 不過他們人數上還是有一點劣勢的喔 對 目前比較尷尬的是 ND已經把位置卡好 如果奈何要上去的話 一定會被叉叉相限不好 但是如果這邊ND的話 另外兩...兩名的話 能快點支援的話其實更好 那可以發現XPD目前... 哇!GEX這邊有試車欸 他們也太有錢了吧 那GEX這裡是... 欸可是他們人已經快倒光啦 斯潤的位置好像是救不到... 欸怎麼會這樣 這邊居然選擇不救 他為什麼不... 喔他們選擇... 可能是隊友上的溝通吧 他們覺得救了沒用叫他拿補包 有可能是支援不夠 有可能是支援不夠 不過你再往前點應該是可以救到的 那蛋蛋這邊選擇救 他應該是選擇補救了 對 那KMS這裡則是選擇救人 這邊應該是選擇救先拉了一個補包之後 對 那XPG沒救人 所以直接是回到了圈裡喔 那他這裡可能會來卡這個剩下的KMS的人 哇 起Q天命圈 對 那下一圈又收了 哇 這個圈是收在山上 起Q來個天命圈那個補起來嗎 哇 反倒是... 被安全區... 蛋蛋反而倒是被安全區毒死 喔 阿Ben這裡直接一個被點到殘血 那LOBY想要往前壓 阿Ben只好後撤 那人數上的劣勢 AG目前狀況真的很不好喔 應該是沒有劣勢 因為ND也剩三個人 所以是三對三的一個狀況 那LOBY這邊拉得出來奈何反 倒是有點聳了 想把槍線拉回去 被炸了一點點LOBY的血線有點低 直接被炸死 這邊被車打爆了 那AG剩下最後 AG目前剩下最後的Band而已 有點尷尬 反倒是這邊有機會補到ND 側邊有槍線來了欸 哇 舒服的 是LIT把這個ND的... 直接在阿Ben面前把他打倒 所以... AG這裡... 爽賺一顆頭 對 爽賺一顆頭 那可以看到這邊的話 也有IT也拉了進來 目前AG的位置有一點點尷尬 Band要怎麼來應對嘉欣的槍線 但是這邊嘉欣反而不想理他們 因為AG幸好 Band沒有發出聲音 如果發出聲音的話 他們一定會猛怪 主要是因為 圈也已經不是收在學校裡了 是 上一波AG那麼想要打學校 應該也是覺得說 我學校圈一定要... 哇 這邊想幹 出槍之後沒有打掉很可惜 哇 這邊反而讓自己陷入捷徑了 2打1的情況 Muke跟Siv來打這個 阿Ben躺在地上直接被打死了 被撤一槍線 AG就被淘汰了 哇 有點尷尬如果AGBand的話 這邊蹲一下 然後再慢慢進圈 其實有機會拿生存分的 但他們就是不要 AG一過來的中風就是 我就是要拿擊殺 我就是要加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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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如果剛才KO兩個打掉 其實是可以加2的 而且不用補喔 因為KO只剩下2個人而已 但目前有一點點尷尬是KO 現在在吃毒啊 如果要往前進圈的話 勢必會被LIT架好架滿喔 好 來 看到目前已經進圈的隊伍 HQ 那起Q的話 目前是 先拿洞產啦 把車布好之後 其實可以多一點掩體 對 那因為這個圈其實 收在比較偏這個野區喔 就野外 對 基本上沒有限 沒什麼防止 沒什麼掩體可以去用 那這邊KO確定是無法進圈了 Steve應該是想讓自己被毒死 不要讓對面拿到擊殺 喔 小七這裡 想拉雷 結果露頭了 直接被高點的UNG給打到 哇 UNG這個位置進圈非常的漂亮喔 是站在一個比較高的位置喔 完全是可以把這個HQ跟LIT 抓到他們的點位 對 不過UNG目前有點分散 他們如果要進圈的話 應該還是要躲一下LIT啊 那可以看到這裡下一圈又出來了 大部分在圈內的是LIT 而且已經是不好槍線的LIT 又非常的兇猛 那側邊這裡LIT 勢必先跟HQ要先來打一仗喔 HQ還要面臨屁股後面有QZL的夾擊 那只剩下兩個人的HQ要怎麼做呢 HQ目前的話 其實這是他們最不會打的地形 他們最會打的是防區防守 但他目前有點裸露的狀況下 就變成說他們不知道該怎麼打了 對 而且QZL瘋狂的往上丟壘喔 那HQ這邊先布了幾個煙 看一下喔 QZL決定從右邊來去拉槍線 而且QZL還想Push喔 反倒是取Q兩名有一點緊張 先趴地趴好來聽對子 那還是瘋狂丟煙阿 目前還是想要穩一點點生存的機會 好 秉承直接想要上去了喔 瘋狂的在探點 但是煙霧太多了 他其實看不太到 決定往右邊跟凱會合 那凱這邊應該是抓到了 右側LIT的位置喔 所以也開始在丟道具布這個煙 等一下要來做轉點 哇 反倒是如果灰這邊慢慢摸過來的話 QZL會被摸屁股喔 秉承是直接是看到了QZL的位 不是 是LIT的位置喔 那LIT呢也知道這邊 後面有人了 所以目前QZL選擇去夾攻LIT 反而不去搜那個HQ的兩個人 對 反而現在HQ真的是把煙布好 然後趴在裡面就好不要動 對 蠻特別的喔 不曉得是不是QZL這邊判斷錯誤 他們可能以為HQ已經跑了 而且Q目前沒有QZL的資訊喔 他們都沒有在看QZL的位置 有點尷尬 喔 來側邊這邊可以看到這個HQ這邊 小智已經先被打到一個半血的情況 拉了一個補 那QZL的圈喔 被圈逼近了 他們勢必得往前壓 但是前面LIT又非常的異常的兇猛耶 不太敢往前 是 那嘉欣的話 目前抓到RoseG的位置 把他打下來 哇 好準喔 好準喔 這一波跟車直接把Rose給打倒在地 而且 連打逮捕啊 哇 拿一個高背鏡出來 直接點死了 那Coco這裡 哇 這邊車一槍先過來 黃雀 抓到腳 喔呦 這裡 LIT把屁股後面的QZL收掉一個了 而且側邊HQ也只剩下單兵了 單兵小智 而且小智的狀態非常的差 沒錯 那目前最有冠軍項的LIT 勢必很有機會拿到這場的刺激啊 因為目前他們還滿邊嘛 那基本上他們是4打1打1了 4打2 目前是兩個隊伍 6個存活 沒錯 剩下Coco跟這個小Y 然後要打這個LIT的4名成員喔 難道有辦法2打4嗎 LIT又開始布現了 應該有一點困難 而且這個圈又好死不死 收在LIT的位置 那UNG這邊唯一有優勢的就是他們在高點 是的 那就高打低還是比較有優勢 不過就是人數上的優勢 只要LIT願意灌UNG 基本上都是很尷尬的 這邊可能就要考驗UNG丟手雷的準度了 如果能夠先炸死兩個的話 就有大大的機會可以吃 它說不定一雷炸死三個 然後兩個去Push一個 那這樣子就更猛了 那他手雷應該是夠的喔 一個有四個一個有兩顆 手雷先六顆丟完看看吧 對 那架欣這邊還是嘗試性的 想要丟一個火來限制這個UNG的走位 不過韋紅目前的位置呢 火旋位置是抓到小Y的 對 火旋已經先抓到一個人了 而且他是紋身不動的沒有在動 那小Y這邊如果不小心 他決定上載具 沒想到在上載具的同時 直接就被火旋打到殘血 而且這裡他知道他可能要補血了 直接火旋就要Rush過來了 有沒有機會直接抓到他的屁股 小Y倒地了我的天啊 剩下側邊Coco Coco這邊就是捏一把冷汗的 真的是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數耶 Coco掌握下來了 不過後面下去火旋過來 這邊先打倒了一個 火旋直接繞到屁股後面 把Coco給打倒了 真的說LIT真的是快很準 LIT這一場就是基本上穩定發揮啊 打出他的優勢 LIT一貫的優勢就是穩 然後再來呢擊殺快又準 那也是很恭喜LIT拿到這場 這個吃雞比賽的這個吃雞 吃雞比賽吃雞這樣是絕地海島吃雞 而且是九殺喔 也是蠻不錯的一個擊殺成績 那第二名是UNG非常可惜耶 他們這一把其實很有機會可以吃雞耶 是啊 但是比較尷尬的是 他們剛剛在去做一個push的時候 掉了兩個人 他們那個點位其實不太應該掉人的 沒錯 因為他們是站在最高點 對圈內的最高點 所以在決勝圈的時候變成是二打四的一個情況 還蠻尷尬的 而且他們對於道具使用好像也沒有太多的空間 對輸LIT輸還蠻多的 因為LIT的雷真的很準 那也可以看到LIT拿到這個我們這次的吃雞 也是恭喜絕地海島 在我們第四禮拜第一天的絕地海島拿到吃雞 那也非常恭喜他 對而且他現在加上這一把吃雞 LIT總共在海島拿到了六隻雞了喔 那第二名的是HQ四隻 所以你就知道LIT對於海島真的是掌握度非常的高 對 非常高 那其實 HQ也不錯啦 我會 是 我一直想說 HQ這一場應該很有機會 因為他們到最後說到了 中心點位嘛 就是他們的腳下就是算一個天命圈 我想說HQ要吃雞啦 結果不是 LIT一貫的非常穩的作風 而且更方便